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把你紧紧绑进我的未来 说什么都不肯放 你是我的好时光 大人 小容愿意回答大人的问话 一定实话实说 还请大人放下了一条生路 要我放你一条生路 目前你还没有资格跟我谈 刚才我也说过了 如果你不跟我们合作的话 我就放你走 我放你走呢 你就是死路一条 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合作的话 也许还有活命的机会 这样 我给你一点时间考虑 但是这个考虑时间别太长 小容龙武愿意跟官府合作 好 龙武 那我就来问问你 您想怎样表示 你愿意跟我们合作的诚意呢 为了表示诚意 小容愿意说出 被拐女子藏匿窝点的地址 什么地址 静儿胡同十六号 把她押下去 严价看管 马上带人去静儿胡同十六号 是 王强马中 你们跟我进去 其他人留在外面待命 是 是 你们不要害怕 我们是官差 是来救你们的 松吧 舍舍 救我们 谢谢 谢谢 保护这些姑娘 安全到衙门 是 是 走 刘管家 是 某城 你 习惯 你 那是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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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觉得可惜了我们那批新货 没什么可惜的 就当给金元宝点点头 让他觉得死案已经终结 不要再做纠缠 没想到金元宝眼急手快 就让人抢先了一步 阿贵 凡事来日方长 不要让他人置气 从龙武还有飞天豹招供的综合情况来看 楚楚就是绑架少女案的主谋 而龙武还有飞天豹呢 是具体办事的 现在楚楚失踪了 窝藏少女的点也被端了 这些少女们都得以解救了 这个拐卖绑架少女的链条 也算是被咱们粉碎了 是啊 诸番暴露外逃 从犯依次落网 被害人被解救 犯罪链条被粉碎 咱们这案子也算是破得漂亮 都亏金捕头 想出了让人假扮楚楚的妙计 案子才得这么快搞破 现在还有一件事情 我终于有些头绪了 什么事啊 在我陪我娘子回门的路上 有一伙人多次想对我下毒手 他们身上一律都有这个文身 我现在可以确定的是 他们跟拐卖绑架少女那帮人 应该都是一伙 这么说 是因为咱们抓了飞天豹 发现了案子的线索 他们为了不让坏事暴露 所以才急着对公子下手 没错 现在所有的线索 都扣在一块 还好金捕到寄人天下 平安无事 那是 我金元宝 其实那些鼠辈可以加害的 好 你们可以拐卖 谢谢 可疑可恁 听说你今天破了一个大案 现在街头巷尾都在传宿 都夸六扇门不安神宿 还夸少爷您是英明神物 我说表哥 这种歌功颂德拍马屁的话 在我母亲面前还没说够 今天说到六扇门来了 少爷不安辛苦了 众补快不安辛苦 我今天特地带了四林八舍送的石盒 来犒劳和慰问你们 对了 还有一块牌匾 怎么样 除暴安良 对 好 非常 你们看我表哥这么八面玲珑 多会做人的 还不谢谢他 谢谢刘管家惦记我们众兄弟 让您破废了 你们还真是客气 咱这除暴安良 我做点事是应该的 那就请刘管家留下来 跟我们一起庆祝吧 好啊 那你们庆祝吧 我就不参加了 我后面还有些事情 你们慢慢吃慢慢喝 我呢 就不奉陪了 我们家少爷新婚燕耳 大家莫见怪 我们该吃吃该喝喝 来来来 请 来 来来来 我带来来来来 我带来来来来 我带来来来来来来去 要喝药了 应该喝药了 起来呀 起来来来来来来来啊 我带来来来来来来 我不想喝 必须喝 你准备装到什么时候 我现在头疼得厉害 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了 你自己是一个大夫 人喝什么药都不知道 要是我给你喝毒药呢 你就喝下去了 毒药也喝 只要你不走我就喝 真的啊 真的 那我告诉你 我给你喝的就是毒药 你呀 时日不多了 什么 我真的喝的毒药啊 我从小开始学医 我都学了二十多年的医啊 我就想当一个好大夫给人治病 结果没有一个患者敢喝我的药 敢让我给他治病 这好不容易遇上你了 我以为我能把你的病治好 救你的命 没想到我就搭上了自己的命 行了 我跟你开玩笑的 我没喝毒药 当然不是了 你这个傻瓜 我跟他一起吃 我说 你不是 咱们 不是 你吃 咱们 咱们 你瞧你这么大个人 做事情也没个章法 娘 我要告诉你个好消息 雪儿姑娘不走了 她答应楼下来放我了 你怎么今天看上去 心事重重的样子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 长风最近救治了一位姑娘 这位姑娘到现在 还住在她的诊所里 这听上去也没什么不妥呀 长风从小的理想 就是要当郎中治病救人 这收治病患在诊所里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呀 话虽这样说 可是这次啊 跟往常不一样 那个姑娘长得还挺好看的 对长风也挺关心 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好事 长风也老大不小了 也是时候 该给她娶一房媳妇了 我呢 跟那个姑娘也聊过几句 问起了她的父母双亲 她一概不愿意说 我问紧了 她就说一言难尽 要不就说不方便说 我看啊 你先别往坏处想 这说不定 还真有什么不方便 不好说呢 但未必是坏事啊 希望如夫人所说 怎么 长风喜欢那位姑娘 你这当妈的担心了 看来我那个呆儿子 这次好像真动了心了 她为了救那个姑娘 还掉到了井中 我亲眼看见她昏迷中 还在叫那个姑娘的名字 南大当婚 看来长风 真的是对这个姑娘动心了 这样吧 一会儿你让长风 把那个姑娘带来给我们看看 我们一起帮她参谋参谋 这样就太好了 夫人的眼光是绝对不会错的 走 看什么看啊 不怕看着眼珠子掉下来了 奇怪了 你不是千金大小姐吗 怎么跟书里面说的不一样 什么君子好求的 我看是君子摇头吧 你 随便走 干吗 你今天舍身当诱饵 帮我们抓住了犯人 难道 不想听听案情的发展吗 好 说说看喽 今天我们抓到的这个凶手 是这起拐卖少女案的关系 我们端了她的窝点 二十几个少女也都得救了 这么说 就是有二十多个家庭已经团圆了 不光是这样 我们还粉碎了整个拐卖少女案的链条 我想以后都不会再有少女被她们拐卖了 太好了 那这么看来的话 我今天冒得这一点点险 真的很知道啊 不光是一丁点 以后啊 哪怕是一滴滴的危险 你都得跟我远离 知道吗 今天这个案子 你帮了我很大的忙 辛苦你了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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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不是想把我弄出去敲门 其实我已经敲门了 可能是你们太投入没听见 少爷是不是想问我什么事情 事情就是孤狼中带了个女孩 一会儿要见夫人 夫人叫您和少夫人都过去看一看 少爷您要我滚蛋了吧 阿富这就滚 你们继续 啊 二四 一会儿长风要带个人来给我们看看 现在人都到齐了 小翠啊 把长风和雪儿带进来吧 嗯 进来呀 去年哪儿 是你呀 小姐 你怎么在这里啊 锦儿 你认识她 这里是金府 我竟然到了金府 对啊 雪儿 这儿就是上诸国大将军金将军府 怎么会 我 其实 我 雪儿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你也认识她 当然认识了 娘 刚好就由我来介绍一下 这天下的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你看 雪儿呢 她是我从小一块长大的好邻居 你不知道 从小她就带着我出去玩 还老做坏事 她呀 你别看她 一副大佳闺秀的样子 小的时候可坏了 每次看完坏事第一个就跑 害得我一个人在那儿 等着大人来抓 看来 看来 你还为她背了不少黑锅呀 不过呢 我们的关系还是特别好 对吧 很小很小的时候呢 我们就在一个碗里吃饭 穿一条裤子 而且还在一个澡盆子里洗过澡呢 是啊 是啊 雪儿 你还记得吧 记得 记得 你看 我就说你不会忘记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呢 就是我们金府德高望重的金夫人 也是我最崇敬和最崇拜的我的婆婆 这位呢 就是玉树凌峰 德才兼备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就是我 不远万里 从南京嫁过来 需要我一生相伴的 夫君 雪儿见过少爷 免礼 免礼 这个 小萱啊 说到顽皮 她可没有你顽皮啊 你有好多的亲戚我都不认识呢 一会儿什么奶娘 一会儿多出来一个姐妹 真是每天都给我一个惊喜 这位金少爷 不要责怪少夫人了 是我糊涂 来到了府上 也不知道这里是金府 这位金府 雪儿 是你没问我 你要问我我肯定告诉 所以这就是缘分嘛 是吧 我给你介绍这位 这位呢 就是我们府上的表少爷 柳文章 柳公子 好 柳公子好 雪儿姑娘好 说我直言啊 刚才看到姑娘 如此意外 好像不太相信自己到了金府 我想知道这其中可有什么蹊跷 为什么到了我们金府 会让你觉得这般意外呢 我 其实雪儿想表达说 如果她早知道我在这里的话 我们两个早就可以见面了嘛 对吧 雪儿 对啊 对啊 早知道 小萱她就要嫁到金府了 我也早想来看看了 却不知道 早已身在金府了 表哥 你可不得欺负我们雪儿啊 反正说来说去 都怪顾大夫不好 雪儿来了府里 这么久都不告诉我们 害得我们见不着面 是吧 是她没问我 你怎么会在金府 你先说 好吧 我先说 你一定很奇怪 为什么我变成了你 而且还以你的身份 嫁给了金元宝 我现在只能这么解释 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进金府 可是我找不到机会 那天刚好碰到你逃婚 所以我就替你嫁了进来 但是你要相信 我出此下策绝对是迫于无奈 你放心 我进金府绝对不是进来做坏事的 我进金府绝对不是进来做坏事的 那你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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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简单地说吧 我是进来找人的 我是进来找人的 好了 换我问你了 你那天为什么逃婚 你那天为什么逃婚 现在又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儿 我那天逃婚 是因为我也要找人 今天出现在金府 完全是个意外 这么巧 我是找人 你也是找人 信不信有你 是啊 夫人 雪儿 我真的太久没见到你了 好想你啊 我也好多提起话要跟你说嘛 走 去房间聊 好好好 刚才谢谢你 其实你不用谢我 阴差阳错 咱俩成了共犯 帮你就是帮我自己 你不用担心 你不用担心 这金府少奶奶的位置 我一定还给你 小姐 小姐 喜儿 喜儿 千万不要相信她说的话 她根本是骗你的 上次回门的时候 她本来可以走的 可是现在她又回来了 她呀 根本就是想飞上之头当凤凰 喜儿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上次之所以没有走 是因为我的事情还没有办完 等到我把事情办完之后 我立刻就离开 那你说的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你不说 我不逼你说 我希望你所做的事情 都像你所说的那样 你办的事情都不是坏事 你刚才说 要把金家少夫人的位置还给我 我跟你说 大可不必 如果我想要嫁给金元宝的话 那天我在客栈 也不会逃走的 小姐 你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吗 你现在是婆家没有了 娘家也回不去 有没有想一想 你今后该怎么办呢 我哪有什么娘家呀 我的亲娘早就不在了 那个名义上的娘亲 这些年是怎么对我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小姐 你还有老爷呀 我们去找老爷去 他只关心他的仕途 但凡他对我有一点点关心 他也不会不顾我的想法 那该怎么办呢 以后该怎么办我不知道 可是我们现在必须离开金家 小姐 你说得到轻松 你怎么一走了之了 一旦事情败露出来 我这个提神伺候你的丫头 哪还有活路啊 锡儿 我们主仆多年了 我会带着你一起离开这里的 我们隐姓埋名 浪迹天涯 到时候 就算事情败露了 也没有人可以找到我们 小姐 你以为浪迹天涯就那么容易吗 你知道现在外面的世界 有多凶险吗 你有生存下去的办法吗 你们主佩两个谁都不要离开 就留在靖府 等我把事情办完之后 我们就各归各位 等你办完事情 黄瓜菜都凉了 要各归各位 就要趁现在事情还没有闹大 马上各归各位 从今往后 没有各归各位的说法 你好好做你的经验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小姐 你再好好想想吧 你想想 南京的老爷和太太 再为你自己的将来想想 也稍微对喜儿想一想吧 不要再说了 我心已决 喜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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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出来 找我有事吗 马上差人去南京 查一查雪儿姑娘的背景 是顾长风带领的那个人 对 查找少夫人的邻居家里 是不是有这么一位姑娘 您觉得她有问题 对 我觉得今天在大家面前 她的表情太不自然 而且少夫人总替她回答问题 像是在掩饰什么 我觉得他们之间有问题 对了 还有少夫人的那个丫鬟喜儿 见到雪儿的时候 情绪特别激动 我总觉得她知道什么 我要去找雪儿问问 要不要我把她带过来 不必了 你差人去南京就好 别错过任何细节 是 什么 再去寻找沙甸 你别担心 不许多 你真会变远 你还把他叫我 把我叫我 最后一才 是 自从一场 嫁过来 人生地不熟的还真是他问你 所有什么话你可以跟我说 或许我可以帮到你 我们族下人的命苦 命运都掌握在主子手上 根本由不得自己 也不是所有的主子都一样 再说了 在这个府里面 最大的主子就是金夫人 如果真有什么事的话 夫人自会主持公道 昔儿 若我说句话 这一个人的命运呢 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想解决什么事讲究时机 时机错过 有些是很难做 命运是由自己争取的 当然了 只有自己先帮自己 别人才知道怎么帮你 否则别人有心想帮你 也帮不上啊 是吧 敬礼 雷管家 我先走了 雪儿姑娘真的挺好的 就是因为有了她 我才有机会市长我高超的医术 在你眼中啊 小白鼠都可以成为你的知己 俘获你的心 反正全府上下的人 都不相信我的医术 只有雪儿相信 雪儿就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 那你知不知道这个礼物从哪儿来的 我救回来的 你在哪里遇到她的 这个我不能说 关系到雪儿姑娘的名上 我告诉你 这个雪儿姑娘有古怪 你如果不说的话 我要请她去衙门走一趟 别别别 这个事情不能传出去 传出去雪儿姑娘就完了 怎么回事 跟你说吧 反正你也不是外人 雪儿姑娘真的挺可怜的 她父母强迫她嫁给一个她不喜欢的人 于是她就逃婚了 谁知道在路上遇见了歹徒 危难之际 正巧被我撞见了 于是我就大打出手 我先来了一个龙爪手 再来一个大骚腿 最后 我来了一个相容见首不见尾 我就救出了雪儿姑娘 最可恨的呀 就是雪儿姑娘为了她放弃一切的那个人 竟然是个负心汉 早已经成亲娶妻了 看来这个小萱 是知道雪儿的遭遇 他们两个一起长大的吗 她肯定明白雪儿姑娘的心事 难怪 小萱今天看到雪儿姑娘的样子 有些奇怪 原来她是想替她遮掩 当然了 这种事不能传出去 少夫人肯定是为了帮雪儿姑娘 所以才觉知古怪 元宝啊 我要跟你说一下 这种事吧 是雪儿姑娘的伤心事 你就不要再问了 你说这事万一传出去 对雪儿姑娘多不好啊 对不对 好好 我以后不问了 那你记得 那个歹徒的模样吗 为她我好交代一下 王抢马忠 好好留意一下 你就让我好好想想吧 那你说 雪儿姑娘是不是很可怜 是啊 是很可怜 所以你要对她好一点 我一定会对她好的 雪儿姑娘真是太可怜了 你别看雪儿姑娘 现在身上的伤已经好了 但她心里的疾病 还没有完全康复呢 我决定 给雪儿姑娘制定一套 全套的心理治疗方案 等彻底把雪儿姑娘的病治好了 我就带着雪儿姑娘一起 玄乎济世 举暗其美 红袖天下 一个有病 一个有药 天生的一顿 属下参见殿下 属下无能 请殿下降罪 我苦心经营的人口买卖 就这样 被毁了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是属下无能 但属下今天去六山门打探过了 金元宝相信楚楚就是主谋 而且案子已经结了 还好没有连累到殿下 说得轻巧 先是飞天宝 再是楚楚和龙龙 这被抓的被抓 暴露的暴露 招供的招供 现在就连老窝都被断掉了 他们顺藤摸瓜 很容易就能查到我的身上了 你明白吗 这实在是因为金元宝今天动手太快 我还没来得及救上 这窝点全被他给端了 废物 全是废物 这金元宝稍做动作 你们就招架不住 一亏千里 就你 还想代替金元宝入主金府 吃人书吗 属下有副主子栽培 今后定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为殿下效力 将功折罪 文章 听说你有个妹妹 长得貌美如花是不是 宫里有一个选秀 下个月就开始了 你妹妹的年龄很适合 怎么样 殿下 属下只有一个亲人 实在舍不得她进宫 还请殿下多些体谅 这些天 属下发现金江联姻其中 有些蹊跷 什么蹊跷 现在还不太好说 只是一些蛛丝马迹 但只要假以时日 这些证据必得坐实 那你就给我盯紧了 如果真的是有什么问题 能够将金江两家的联姻 解体 那我的夺嫡大业 就成功了一半 是 只要有一丝机会 能够将金江两家的联姻 属下一定破坏金江联姻 好 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我向往的幸福生活就开始了 幸福来得也太快了吧 顾大夫 顾大夫 你回来了 你刚才说什么呢 我说 以后我们就可以一起 祭事行医了 这次 我是来向你道别的 打扰你数日了 我也该走了 不是 你不是说好不走的吗 怎么 怎么突然就要走了呢 没有为什么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可是刚才 金夫人不是还留你多住些日子吗 而且你的好朋友也在这儿啊 这次来到京城 我见到了想见的人 办完了想办的事情 我想也应该走了 可我不想让你走 不是 不是 我是说 你的身体还没完全好呢 我还给你调配了好几种药 给你调理身体呢 其实我没什么大碍了 谢谢你多日来对我的照顾 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还谢谢你 今天在那么多人面前 对我的维护 时间不早了 我先回去了 干 干嘛那么盯着我看啊 我们金府少夫人的秘密可真是多啊 我哪有什么秘密啊 先是不远千里 去找一个奶娘 现在又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一个姐妹 桃雪儿 我对你真是越来越好奇了 有什么好奇的 我很奇怪吗 不是奇怪 是神秘 雪儿她 她出现 那个 我也很惊奇 我没有很多年没见了 我也不知道 她今天会在这里 跟我重逢 我 我 我也是 别装了 我什么都知道了 你 你 你 都知道了 完完全全都知道了 我 我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要骗我的 因为你根本骗不了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京城第一捕快金元宝 你当然骗不了我 那 那你现在 现在 打 打算怎么办 放心吧 长风交代过我的 我绝对不会把雪儿姑娘 千里寻 傅心汉的事情 还有 半路上被歹徒欺负的事情给说出来 而且呢 我已经交代王强害马中了 去调查 我相信很快 就可以把这个歹徒揪出来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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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 说雪儿是千里寻敷 然后被 被歹徒欺负了 还好最后歹徒没有得逞 他 喂 去哪儿啊 去哪儿啊 你 去哪儿啊 我 你 过来 你 我 还好 你 那你 这 我 小姐 要走咱们就赶紧走吧 再折腾啊 这天都要亮了 走吧 走 小姐 外面受到小月 你想要去哪儿呢 谁知道我阴差阳错 被顾长风带回了京府 虽然能够蒙蔽京夫人一时 但是她那等聪明的人 一定会发现疑点的 与其作义代弊 不如我们先离开这里 天大地大 一定有容身之处的 你说去哪儿 雪儿就去哪儿 走 站住 雪儿姑娘 刘管家 这三更半夜的 你们俩要去哪儿啊 怎么不说话呀 雪儿要去哪儿啊 这包袱里面是什么 打开看看 雪儿 雪儿 你这到底是要去哪儿啊 我有点急事要去办 不会是我 我们府上招待不周吧 你千里迢迢的来看我们少夫人 你刚来就要走 如果让我们夫人知道了 肯定要说我们不会做人 代办了贵客 不不 我真的是有急事要去办 您是少夫人的朋友 也就是我的朋友 如果有急事的话 可以告诉我 我愿意想了 刚才喜儿 我愿意想去哪儿 应该是我们 少夫人的陪下丫头是吧 那她来送你 少夫人怎么没有出现 而且她刚才 为什么那么慌张地跑 那是 那是因为我没有想惊动少夫人 也就是说 少夫人不知道你要走是吧 那还真对不起了 雪儿姑娘 我更不能让你走 清零 清零 快去救小姐 她怎么了 我和小姐刚刚准备离开金府 在后门被柳文昭给拦住了 柳文昭 快带我去看一下 走 快走 放开我 听什么抓我 柳文昭 你放开我 我又不是金府的人 为什么你说抓我就抓我 我也没有犯法 柳文昭 你怎么回事啊 放开我 雪儿 雪儿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我为我刚跟你说的话道歉 少夫人这是 都怪我口无遮拦 说雪儿是老姑娘嫁不出去了 雪儿 你今天要是有什么气 千万不要憋在心里 你打我 打我两下都行 莫非是少夫人跟雪儿姑娘 发生了口角 雪儿姑娘才要走 雪儿 你就打我两下行了吧 那雪儿姑娘刚刚不是这样说的 雪儿姑娘说她有急事要完 这还不急啊 她仗着是金府少夫人就羞辱我 我哪还有脸住下去啊 雪儿 就原谅我这一回吧 但是如果是少夫人不知道 雪儿姑娘要走的话 那喜儿为何又拿的是 雪儿姑娘的行李 喜儿 你是不是拿了你的好处啊 对对 刚才雪儿姑娘给了我二钱银子 让我搬她搬行李 小姐恕罪 雪儿 你就别生气了 在这里多住一段时间吧 我还有好多好多的话 想跟你好好聊聊呢 既然少夫人盛情 那我就留下吧 看到雪儿姑娘和少夫人冰释前嫌 文章我还是挺快意的 刚才不好意思多有得罪 还幸福你们在我们金府 多住一些事 我们要多多加身了解呀 喜儿 快给雪儿姑娘收拾行李 是 走吧 雪儿姑娘 来 表哥 还有事吗 没什么事了 少夫人 您早些休息吧 您好多六个回事 您好多吗 您好多